各位布条乡亲大家好 在三组候选人当中 我市政做最好 而且也最能够贯彻青年勤政爱乡土的精神 我也是三组人当中 我的行政历练最丰富 最能够推动国家稳健前进 我也是唯一没有投资事业 没有炒房 而且也没有炒地皮的人 另外三组当中 我也是唯一一组 走信赖台湾这条路 他们两组都是秉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是喊两岸一家秦 都是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 刚刚柯主席的政见发表 不管外交或国王 看来都没有超过蔡英文总统的范围 至于两岸 也参考了不少我过去的主张 包括所谓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其实我早在之前我就发表过 台湾自主人民幸福 所谓的五个互相 也参考了我2014年所发表的四解 希望透过交流 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 理解 和解 谅解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 不管是柯主席或是侯市长 只要中国对台湾施压 包括挖了我们的邦交国 一定是批评台湾政府的不是 从来没有去谴责中国的野蛮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那我也希望侯市长再回去了解一下 你刚用了不少错误的讯息在批评我 那么其实 其实很多主张 我之前都已经有说明过 我相信你如果只要查一查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刚刚传递了不少的假讯息 我父亲是劳工 我母亲来自农家 我在弱势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在过往的问证当中 我非常关心劳工 知识农民 也照顾弱势 我在立法院担任 未完委员会招委 我除了落实 陈水扁总统的 老人年轻的证件以外 我还积极的去推动修改 劳保条例第12条 跟第58条 让每一个劳工 所缴交的每一分钱 都能够得到 政府的保障 让劳保年资得以延续 在国家经济发展会议之后 我甚至也推动了 个人退休金账户 让劳保年金 跟退休金账户的 退休金两笔加起来 可以提供一个工作30年的劳工 所得替代率高达五成到六成 保障劳工基本的生活 另外对于农民 我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我也推动了三保一间 制度性的保障劳工 让年轻的农民 可以进到农业这个领域来 能够解决目前农业缺工 还有农民年纪偏大 以及行销的种种问题 这包括我让没有土地 但有实际从事农业的年轻人 可以加入农保 我也把农保的保障提高 第二个我也推动了农业的职业灾害 让农民在受到职业灾害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保障 第三个我们也推动农业保险 保障农民一年兴起的耕作 不至于血本无归 第四个是我们也推动了农民的退休金 用制度性保障 让年轻人愿意进到农业这个领域来 过去我在立法院 我也推动了健保特色 让弱势的民众可以加入健保 可以得到健保的保障 另外我也推动了社会救助法的修法 特别单列一款 事实认定 让社会救助法 可以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的民众 在未来我会一柄出众 我会持续来照顾劳工 未来的劳工 他的退休金 退休生活 我一定会更加的保障 特别是在退休金条例里面 我会用鼓励的机制 鼓励资方 能够提拨超过6% 另外呢 劳保 我会持续 益住 我要感谢蔡英文总统 在他的任内是 创有史以来的总统 对劳保基金 不断的益住经费 前前后后 已经投入了 2670亿元之多 未来我也会持续益住 换句话说 只要政府在 我绝对不会让 劳保来倒闭 我会保障 劳工的退休生活 另外呢 我也会来引进 包括 产观学研 来培养人才 来训练人才 同时呢 加强青年就业方案 来解决 学用落差的问题 第三 必须要提高 劳工的薪水 除了发展经济 让产业升级 能够有更多 高附加价值的工作以外 我也会善用 蔡英文总统任内 所推动过的 劳工 基本薪资的这个法案 运用 物价指数 根据物价指数 或是经济成长的指数 来调整 劳工 基本的薪资 蔡英文总统 从马英九前总统 两万零八块 调整到两万七千四百块 也许还有人不满 不够 我们要继续加油 但他比马英九前总统 做的实在更多 那关于农民的问题 我会以农 立国来推动幸福农业 然后让农民过着快乐的生活 第一个我们要推动安全农业 也就是要生产履历 还有有机农业 友善耕种 让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 可以得到广大社会的支持 因此物价可以提高 第二个我们也会推动 推动这个科技农业 也就是伸展机械化 设备现代化 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 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民的辛劳 第三个我们会推动 农业的完整的产业链 也就是说从生产 加工分级包装 行销等等 形成一个产业链 这除了中央跟地方要合作以外 也要跟农仪会合作社 等等的民间的团体 共同合作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持续推动 冷链系统 来保险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 也能够借以调整 市场上的农产品 能够保障价格 第五个我们就是要推销 好好行销 中国把农产品当作 政治的手段来玩弄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协助农产品 外销到更多个国家 经过这几年来努力 台湾的农产品已经可以销到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也可以销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纽西兰 还有印太许多国家 未来这个路线 我们会持续来做 最后对于弱势者的照顾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跟我们台南市十几个职业工会 来组一个做工行善团 这十几个职业工会 基本上包括了 油漆工会 玻璃工会 水电工会 装潢工会 木工工会等等 换句话说 要盖一间房子 所需要的各种的工人 通通都含挂在里面 我们有计划的 帮台南市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边缘户 独居老人 还有有需要的劳工 来修缮房子 我们这个座委 后来也到高雄到屏东 甚至北上到云林 嘉义 还有南投 虽然这些弱势的民众 都有得到政府的照顾 但是他们所得的经费 常常三餐都不够 根本没有能力 再修复房子 年久失修 房子漏水非常严重 尤其许许多多的 独居老人 或者是边缘户 台风下雨 他是穿着雨衣 趴在桌子上 等着雨过去 未来我当总统 我要推广到全台湾 来帮助弱势的民众 修缮房子 让他们有一个地方 可以牺牲 同时我也会做 其他公益的工作